大家好,欢迎来到Datapeaker组件开发课程 在本课程中你将学习到如何使用HTML、CSS和JavaScript 来开发一个简单的Datapeaker组件 在课程正式开始之前 我们首先对课程做一简单的介绍 本课程的面箱用户主要是 Web前端工程师 以及移动端Web开发工程师 在进入本课程的学习之前 你需要掌握的知识有 1.常用的HTML元素 2.常见的CSS样式 3.原生JavaScript的基础 4.浏览器事件相关的知识 那么利用这些知识 我们可以去实现一个Datapeaker的静态结构 以及数据的渲染 最后通过浏览器的事件 把这个结构和数据串起来 变成一个完整的组件 本课程的安排 本课程的安排大概是这样 分为静态结构的编写 主要包括HTML结构 以及CSS样式的编写 日历数据的获取 即在Datapeaker中 日历数据怎样计算出来 接下来是数据的渲染部分 即我们获取到了数据之后 如何与我们的静态结构结合起来 使这个组件变成一个真正的可以工作的组件 以及事件处理 即怎样处理鼠标的点击事件 弹出日历收起日历 并且在点击日期之后 将这个所选的日期放到输入框中 接下来是数据的